阿鄉親啊 回頭到齊氣的八點外 八山頓罵到婚臨逃口的時候 特別去找他的老朋友 說罵早的亂叫 本地裡的客廚派出所頭前停車 小子人就要離開 所以鄉親又外頭 直接衝進派出所 接下來是一路衝到所有人的門口 他們去就在場所有人熱熱的討論 派出所說 過去八山頓罵的亂叫 要在派出所頭前的講庭 停車三次 所以派出所的所長有來掛三大白便 特別來感謝媽祖 這次媽祖應該就是全天 要來看派出所長這個老朋友 才會特別來停車 再去八點外 八山頓罵亂叫 來到頭庫町 起床派出所情 環境準備收購在門口迎接媽祖 亂叫生在八山頓罵一年後就要離開 不過到尤其床門口 鄉鄉又是一百八十多 直接進入派出所 亂叫在所長的門口一直在 只想要進去所長式 叫本人員本來要討論說 要把這個門拆掉亂叫這片 他本來是要進去是不是 但是那個門太窄 那個叫沒有辦法 說我們特別有 事前有先求過媽祖請他過來 也沒有啦 每年我們都會傳那個水果來這邊 帶你來禮拜就有 問我太過了 沒辦法進去索派出所長式 聽到他又太過了 亂叫庭分多久了 才離開派出所 在床人都在討論說 是派出所的旁邊有掛三大白 山頓罵的拜便 媽祖要跟派出所加持 在這裡特別停留 最近媽祖人家最近三年 都有停駕是不是 有進來 有來 但是沒有進 沒有 教職沒有進來派出所 收長是新來的嗎 還是 很久了 媽祖每年來這裡 都會來給我們看就對了 對 對 媽祖出門 全天去拜訪 昨年好朋友 也讓這個信眾 感覺有很高的認知